今天是2023年2月14日星期二 首先祝愿大家情人之快乐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想说两宗新闻 第一宗想跟进关于47人非法初选案的进展 认罪的欧乐軒首次以控方证人身份作供 说一切都是由一个饭局开始 第二宗新闻想说中美气球风波后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2月13日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踢爆 原来美方气球在2022年 已经有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 美国疯狂地批评中国的时候 原来自己都是其身不正 我们首先看看35家案 专为重要的控方证人欧乐軒作供的内容 概括来说有三个重点 原来初选的念头源于一次犯局 欧乐軒说在2019年12月 看到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 同时在案中首被告戴耀廷在《苹果日报》发表的一篇 提为立会夺奪 《立会夺半走向真普选重要一步》的文章 和社民连前主席王浩铭 大家留意到当中的李永达、李卓人 和王浩铭不是这宗案的被告 这三个人里面 其中李永达现在已经人是在英国的 我们看回时序 在2021年1月 警方就拘捕涉案人士 李永达就在同年的8月已经离开香港了 在2022年5月 李永达也宣布退出民主党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首次说到自己走的原因 是因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至于李卓人 涉资联会煽动颠覆政权案 现在正在还压 说到第三位就是王浩铭 因为他在2019年10月的非法集结案 而判囚14个月 在去年2022年5月已经出狱 他当时也表明会继续留在香港 35家案专为控方证人 除了欧乐軒之外 其他人还有阿布泰创办人林景南 前东区区议员赵嘉然 和前西贡区区议员钟錦伦作工 晚些会不会有更多其他人的人名会出现呢 会不会和案有关联呢 正如走路去了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 他日前在网上自认自己是案件第48个人 自认自己是案件第48个人 自爆是有份 非法初选中 由商讨、参选、撤票站、投票和借票 全部都有参与的 你说这些人 走路了 还要大大声声 究竟你在裸警 还是在赠庆着同路人呢 真是都可以不需要理他 好了 我们讲回欧乐軒 公辞的最后一重点 他就说 在饭局之上 戴耀廷就坚持以公民投票形式 举办初选机制 认为只要拿到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席 将会是大杀伤力的宪制武器 于是欧乐軒就答应 以策划者的身份参与举办初选 透过欧乐軒的公辞 当年筹办初选的原因 目的大概都呈现了在公众的眼前 暂时分享这么多资料 我们会继续跟进 我们转个话题 讲一下中美关系 中国气球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 仍然未平息 美国在2023年2月2日 就指控中国气球入侵美国领空 中国外交部 在第二天就已经回应了 他的回应就是说 中国无人飞艇 因为不可以抗力误入美国领空 虽然中方已经就事件进行解释 不过美国依然在2月4日 出动战机击落中国的气球 之后美国就继续借题发挥 就是礼牌的事件 继续在2月10日、11日和12日 再击落不明的飞行物体 虽然我们不知道飞行物体 是否属于哪个国家 但摆明是一副强硬的态度出来 明显是一场政治show 更加要向全世界高调去宣示 美国不怕中国 不过当美国小提大造指责中国的时候 原来美国自己都是其身不正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他在2023年2月13日 例行记者会上踢爆了 自从去年2022年到今天 美方的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已经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批评美方应该反攻自省 而不是抹黑指责中方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阿比 当然是例牌否认 难道气球是我们吗 一定会这样说 不过美国佬说话 有多可信 我们在这几年 真是有很多例子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年美国中情局前顾员斯洛登 曾经爆料 就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以零镜的计划 大规模监听欧盟的官方机构 连盟友德国总理默克尔都不放过 美国出了名就玩 就是舍听的 去年出动超过十次监视气球 你说这些间谍行为 出现在中国监视中国 你觉得有多出奇呢 美国总统选举将会在2024年大选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们都是解决不了国内的经济问题 唯有寻求外地 转移视线 大家都可以很完美地 这几年看得到 茅头一定是指向中国的 中国强大都不是今时今日的事情 自己美国又强不起来 唯有是做些什么呢 如果美国不是小题大做不断炒作中国气球事件 你想想看从这些小事 就可以看到美国有多小学计 大家试想如果中国不是被美国欺人太甚 都不会到今时今日才爆出 其实在2022年 美国的气球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控 这些就是中国有多大国的风范 好了 今日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祝大家情人至快乐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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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行